这次是党所召开的三中全会 那么某一个程度来说 我先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中国大陆的体制 跟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国家体制并不相同 通常是国家的领导者出现了 那么他在很多内阁里头任命 他认为可以帮他办事的人 但中国大陆基本上习近平身为国家主席 但是很多人是爱 所以他作为国家主席接班的时刻已经确定的 那是前朝的几位领导者 包括他自己共同妥协的产物 而经过一年上台之后 他透过党的体系进行了重新的一个 关于相关业务的重新分配 所以就设了一个叫深化改革小组 因此有的人的说法说 这个深化改革小组将会使得政府部门的角色下降 党的角色上升 党的角色上升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落实真实的中国30年来最大的这一番的改革 这个改革从自由贸易的改革到土地的改革 那么到既得利益的铲除 到对于反贪腐的改革 对中国来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因为中国的经济走到了一个转折口 它不可能变成一个出口的国家 变成必须要内需提振的国家 自从2009年之后 基本上是主要的靠着政府的投资在拉动增长 但是政府的投资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它必须有一番新的改革情况 另外社会的贫富扎取 社会的冲突都相当的严重 我们在正式整个公告60项改革决定 是在晚上7点钟 下午2点半的时候 我们访问了前人民银行的行长戴香龙 首先他定位 这一次三中全会对中国所代表的开放意义 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来得更加的深远 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想要出口货品到其他的国家 因此中国为了要跟其他国家谈判贸易 被动式的不得不加入全球化的过程 但是这次自由贸易是中国主动的自己提出来 跟国际之间产生一种更零关税 或是低关税的自由贸易的关系 那么这些自由贸易本身呢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试点是从上海开始 那么因为有了自由贸易接着 过来就是人民币一定要可以自由兑换 那么再接着在这个情况里头就会推动 整个上海成为人民币全球的定价中心 那么接着就是上海的金融中心 也可能因此就确立上海所需要的 整个金融的所谓的利率市场化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推动起 所以先有自由贸易 后有金融的改革 这是这一次整个概念里头非常重要的 但现在用两个字叫非要 这个并不是成长 它是一种非要性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认为在未来以后 整体大家会看到像土地的改革 像很多各方面的改革 将让你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这个改革应该讲就是幅度非常大 就比那个参加世贸组织来说更加高级 这次最重要的一条 根本性的一句话 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发挥政府作用 现在事件证明在世界上这个几十年 完全市场化也是不显的 对吧 它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自由主义的市场也就不显 市场它是追求利人的 追求利人它有时候也偏离方向 所以说让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但是同时发挥政府作用 这个改革不但是经济包括其他五个方面 而这更主要的更向全世界开放 但是我要说上海的金融这次资贸区的改革的核心重点 它是贸易 它是促进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 那么随着这个贸易的自由流动 这个金融要为它服务 它不是为了搞金融改革而金融改革 它首先做的点是推进贸易自由化 那么贸易自由化就要换货币就要结算 这就带来金融的改革 所以这个组织关系还得分析出 首先是适应贸易的自由化 来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 比如说在自由贸易区里的 你这个个人也好 居民也好 你可以把人民币或人外币到香港投资股票再捐 过去是准备在2007年 是准备在天津开始香港股票自动筹 那么现在在温州准备搞也还没搞 那我想上海自贸区 实验区它肯定要搞了吧 对不对 另外一个这个 你比如说上海自贸区里的这个 将来有外资企业啊 还有中资企业啊 那么上海自贸区里外资企业 将来的上海上市 比如说国际版 那总是可以了吧 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改革 将来和这个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要联动起来 使上海成为人民密的定价的中心 人民密定价的中心 人民密接送的中心 如果说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 那你这个如果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实验成功 再复制到其他地方 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战略 那等于中国地外开放的一个新飞药了 那是用飞药这个词来先用了 就不是一个新阶段的问题了 什么舆论呢 比如说我们的银行会涨很多了 我们地方政府会涨很多了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 它是发债啊 或者通过国有平台最前啊 它总体来说还是在可控制的 这个我在天津市当过市长我知道 比如说我来也有什么风险 我比如说拿一百万买了一墨地 买了多少万墨啊 它现在土地价格总的来说比那个高得多 它是能偿还的 我们现在的一个大银行 银行业的这个坏涨率 不良代工率0.95 那都比国际上要低啊 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 总体来说按照小平讲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它确实我们的国家 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 有些富的是十十 富的是很富了 但相对来说呢 贫困地区啊 少许民都得太害很困难 所以差距是哪大了 所以差距哪大了 现在这次这个改革就有很多的条文 是针对这个东西的 就是要更加强调公平正义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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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冲突也是改革的动力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他说了 我们很多搞改革也是倒闭出来的 你四平八晚 没有矛盾人就不改革了 他真以为有矛盾有冲突 他就要解决这个冲突 他就改革了